约翰福音第一章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凡物是靠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靠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认时光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拆来的 名叫约翰 这人来 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 乃是凤叉且 要为那光做见证 那是真 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靠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然而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子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一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约翰为他做见证 喊着说 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乃是比我更好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赏加恩 御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 神 只有在腹怀里的独生 此将他表明出来 约翰所作的见证记载下面 那时犹太人 从耶路撒冷差祭司 和立位人来问他 说 你是谁 他就承认 并不隐瞒 却承认说 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他说 这样 你是谁呢 是以利亚吗 他说 我不是 你是那先知吗 他回答说 不是 于是 他们对他说 你到底是谁 叫我们好恢复 差我们来的人 你自己说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那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 修止 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 差来的 他们就问他 对他说 你既不是那 基督不是以利亚 也不是那先知 为甚魔施禁呢 约翰回答他们说 我是用水施禁 但有一个站在你们中间 是你们不认识的 那正在我以后来的 乃是比我更好的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这是在约旦和外博大巴拉 约翰施禁的地方 所做的见证 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除去使人罪孽的 这就是我曾说 有一个在我以后来 比我更好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不认识他 但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 我就来用水施禁 约翰又做见证说 我看见 灵从天降下 彭扶鸽子 住在他的身上 我不认识他 只是那 差我来用水施禁的 对我说 你看见 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禁的 我看见了 就证明 这是神的儿子 在此日 约翰同他两个门徒 站在那里 看着耶稣行走 他说 看啊 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那时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圣魔 他们对耶稣说 拉比在哪里住 拉比翻出来就是 夫子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 在那里住 那天便与他同住 因那十月有身正了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 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兄弟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翻出来 就是基多 他便领他去献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基法翻出来 就是石头 又次日 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腓力 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 这腓力是 博赛大人 和安德烈 彼得同城 腓力找着拿旦叶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合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个 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的耶稣 拿旦叶对他说 拿撒勒还能出圣魔好的吗 腓力对他说 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旦叶来 就指着他说 看啊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旦叶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耶稣回答他说 那腓力还没有呼唤你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拿旦叶回答对他说 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回答对他说 因为我对你说 在无花果树底下 看见你 你就信吗 你将要看见 比这些更大的事 耶稣又对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后来你们将要看见天开 神的天使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 约翰福音 第二章 第三天 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婚宴 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 也被请去赴婚宴 他们酒机缺乏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对他说 妇人 我与你有肾膜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仆人说 他告诉你们肾膜 你们就做肾膜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 有六口十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 把钢倒满了水 他们就到满了 直到钢口 耶稣又对佣人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颜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颜席的 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仆人知道 管颜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起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 第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是以后 耶稣与他的母亲 弟兄和门徒 都下加摆农去 他们在那里住了 不多几日 犹太人的愉悦结尽了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县店里有卖牛 羊 鸽子的 并有兑钱的人 坐在那里 他既用细绳做成鞭子 就把他们和牛羊 都赶出店去 倒出对钱之人的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店 当做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 经上记住说 我为你店发的热心 把我吃尽 那时 犹太人回答他说 你既做这些事 还显慎魔 神迹给我们看呢 耶稣应声对他们说 你们拆毁这店 我三日内要再兴起来 犹太人便说 这店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电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他的门徒就想起 他对他们说过这话 他们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日子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众人 也用不住谁见证人怎样 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 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尼哥德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 对他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教师的 因为你所行的这些神迹 若没有 神同在 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德穆对他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复生出来吗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河 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对你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一死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道不出从那里来 往那里去 凡从 灵生的 也是如此 尼哥德穆回答他说 怎能有这些事呢 耶稣回答他说 你是以色列的夫子 还不晓得这些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 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 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 人子没有人生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的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 此次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的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 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使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却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 神读生 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 是恶的 不爱光 道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也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杭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 靠神而行 这些事以后 耶稣和他门徒到了犹太地 他在那里与他们同住 失禁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失禁 因为那里水多 众人都去受禁 这是因约翰还没有下在监力 那时 约翰有好些门徒和犹太人 辩论洁净的理 他们就来见约翰 对他说 拉比 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 你所见证的那位 现在失禁 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约翰回答说 若不是从天上次的 人就不能得甚魔 我曾说 我不是 基督乃是凤叉浅在他前面的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取心腹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倒站住 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 故此 我这喜乐满足了 他必兴旺 然而我必衰微 从天上来的是在一切之上 从地上来的是属乎的 他所说的也是属乎的 从天上来的是在一切之上 他将所现所闻的见证出来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证神是真的 神所插来的就说神的话 因为神赐领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父爱 子 以将凡事交在他手里 信 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 子的人不得见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约翰福音第四章 主知道法利塞人听见耶稣收门徒 事件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失禁 乃是他的门徒失禁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他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迦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上 那十约有五正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给我水喝 因他的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那时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他说 你若知道 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妇人对他说 先生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哪里的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亚 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女并牲畜 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他说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然而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唯有我所赐的水 在他里头必作泉源 只涌到永生 妇人对他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里打水 耶稣对他说 你去叫你丈夫 也到这里来 妇人回答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对他说 你说我没有丈夫 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 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那话是真的 妇人对他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 在这山上敬拜 你们倒说 人当敬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对他说 妇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敬拜 妇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敬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敬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 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但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敬拜的 要用心灵和真理敬拜 妇 因为 夫要找这样的人 敬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敬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真理 敬拜他 妇人对他说 我知道那称谓 基督的 尼赛亚要来 到他来 必将一切的事 都告诉我们 耶稣对他说 这对你说话的 就是他 当下 他的门徒回来 就吸气耶稣 和一个妇人说话 只是没有人说 你是要慎魔 或说 你为慎魔和他说话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一个人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这不就是 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 往耶稣那里去 这期间 他门徒求耶稣说 夫子 请吃 但耶稣对他们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 莫非有人 拿慎魔给他吃吗 耶稣对他们说 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完他的工 你们岂不说到 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看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举目向田官看 因为庄稼已经发白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的工价 积蓄五谷道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 一同快乐 俗语说 那人撒种 这人收割 那话可见是真的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 所没有劳苦的 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那城里有许多 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夫人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 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与他们同住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自己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付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因我们亲自听讲了 知道这真是 基督是 救世主 过了那两天 耶稣离了那地方 往加利利去 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 先知在本地时 没有人尊敬他 他到了加利利 加利利人既然看见 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 一切事就接待他 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这样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 就是他从前汴水喂酒的地方 有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 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 就来见他 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耶稣就对他说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 你们也是不信 那大臣对他说 先生 求你趁着我的孩子 还没有死 救下去 耶稣对他说 你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那人信耶稣 对他所说的话 就回去了 那人正下去的时候 他的仆人迎见他 告诉他说 你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他们 他什么时候献好的 他们对他说 昨日喂食热 就退离他了 他便知道 这正是耶稣 对他说 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他自己和全家 就都信了 这是耶稣行的 第二件神迹 是他从犹太往加利利 以后再行的 约翰福音 第五章 这是以后 到了犹太人的 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 靠近阳世 有一个池子 希伯来化 叫做碧师大 旁边有五个篮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 瘸腿的 血气枯浅的 许多病人 等候水动 因为有天使 按时下池子 搅动那水 水动之后 谁先下去 无论害肾膜病 就痊愈了 在那里有一个人 病了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对他说 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 先生 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 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当日是安息日 所以犹太人 对那一好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他却回答他们说 那时我痊愈的 对我说 拿你的褥子走吧 他们就问他说 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圣魔人 那一好的人不知道是谁 因为那里的人多 耶稣已经躲开了 后来耶稣在殿里找到他 对他说 看啊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 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 想要杀他 因为他在安息日 做了这些事 耶稣却回答他们说 我 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并且说 神为他的 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圣魔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 父爱 子 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 只给他看 还要将比这些更大的事 只给他看 叫你们稀奇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是他们活着 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着 父不审判圣魔人 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予 子 叫人都尊敬 子如同尊敬 父一样 不尊敬 子的就是不尊敬差 子来的 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事后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 神 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因为 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照样次给他 儿子在自己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 人子 就也赐给他 行审判的权柄 你们不要把这事 看作稀奇 事后要导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的声 作恶的复活受咒诅 我凭着自己 不能做圣魔 我怎么听见 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 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之 父的意思 我若为自己做见证 我的见证就不真 另有一个给我做见证 我也知道 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 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 他为真理做过见证 其实 我不受从人来的见证 然而 我说这些话 为要叫你们得救 约翰是燃柱的明灯 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 因为父交给我要我做成的事 就是我所做的事 这便见证我是 父所差来的 差我来的 父自己也为我做过见证 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 因为他所差来的 你们不信 应当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但我知道 你们当中没有神的爱 我奉我 父的名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 你们互相受荣耀 独不求从 神来的荣耀 怎能信我呢 不要想我在 父面前要告你们 有一个告你们的 就是你们所信靠的摩西 你们既信了摩西 必当信我 因为他书上 有指着我写的话 你们若不信他的书 怎能信我的话呢 约翰福音第六章 这些事以后 耶稣渡过加利利海 就是提比里亚海 有许多人因为看见 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就跟随他 耶稣上了山 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 那时由太人的愉悦结尽了 耶稣举目 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利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利 他自己原知道 要怎样行 腓利回答说 就是二十个钱的饼 叫他们个人吃一点 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 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男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 两条小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 还算甚魔呢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 众人就坐下 数目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 既感谢了 他就分给门徒 门徒就分给那坐着的人 分于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了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 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 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那些看见耶稣所行之神迹的人 就说 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耶稣既知道 众人要来墙逼他作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到了晚上 他的门徒下海边去 上了船 要过海往加摆农去 天已经黑了 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忽然狂风大作 海就翻腾起来 门徒划了约二十五至三十浮龙的路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 渐渐进了船 他们就害怕 耶稣对他们说 是我 不要怕 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 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 第二天 站在海那边的百姓 知道那里没有别的小船 只有他门徒所进去的那一只 又知道 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小船 乃是门徒自己去的 然而 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来 靠近主感谢后 分饼给人吃的地方 百姓献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 就上了船 往加摆农去找耶稣 既在海那边找着了 就对他说 拉比是基石到这里来的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献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的宝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圣魔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拆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他们又说 你行圣魔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你到底做圣魔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荒漠吃过马 如经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 复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 就是那位从天上将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说 主啊 长将这粮赐给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凡 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一丝行 乃是要按那 差我来者的一丝行 差我来的 父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因为差我来者的意思 是叫一切献 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私下议论他 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 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若不是差我来的 父习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 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 凡听见 父之教训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 父为独从神来的 他看见过 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我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就是我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 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 给我们吃呢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 人子的肉 不喝 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 父怎样差我来 我又因 父活着 照样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 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 吃过吗 哪还是死了 这些话 是耶稣在 加百农会堂里 教训人说的 他的门徒中 有许多人听见了 就说 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 他的门徒为此议论 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 倘若你们看见 人子生到 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 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 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 若不是蒙我 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那时候 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 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确知你是 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 并且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鬼魔 耶稣这话 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 犹大说的 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 后来要卖耶稣的 约翰福音第七章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加利利行走 不愿在犹太行走 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当时犹太人的住棚洁进了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上 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 也看现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扬名声 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 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也不信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尝试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们 却是恨我 因为我指证 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还不上去过这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些话 仍旧住在加利利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 他也上去过节 不是明去 似乎是暗去的 正在节期 犹太人寻找耶稣 说他在哪里 百姓为他纷纷议论 因有的说 他是好人 有的说 不然 他是迷惑人的 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 因为怕犹太人 节期之间 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 犹太人就稀奇 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么明白书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的道理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 这道理或是出于 神 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人凭着自己说 是求自己的荣耀 没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 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摩西起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 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百姓回答说 你是被鬼魔附着了 谁想要杀你 耶稣对他们说 我做了一件事 你们都以为西起 摩西传割离给你们 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 乃是从祖先起的 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 给人行割离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离 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 我在安息日 叫一个人全然好了 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不可按表面断定是非 总要按公义断定是非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 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你看他还放胆讲道 他们也不向他说圣魔 难道官长真知道 这是那位基督魔 然而 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 只是基督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时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 大声说 你们也知道我 也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 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 你们不认识他 我确认识他 因为我是从他来的 他也是差了我来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 只是没有人下手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百姓中间有许多信他的 说基督来的时候 他所行的神迹 岂能比这人 所行的更多吗 法利塞人听见百姓 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 祭司长和法利塞人 就打发差椅去捉拿他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 和你们同在 以后就回到 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 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 这人要往哪里去 叫我们找不着呢 难道他要往 散住外邦中的犹太人那里 去教训外邦人魔 他说 你们要找我 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节期的末日 就是罪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圣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 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 灵儿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 圣灵来 因为耶稣上 未得着荣耀 那时 百姓既听见这话 多有说 这真是那先知 有的说 这是基督 但也有的说 基督岂是 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圣经上岂不是说 基督是大魏的后裔 从大魏本乡 伯利恒出来的吗 于是民中 因祝耶稣 有了纷争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 只是无人下手 差异回到 祭司场和 法利赛人那里 他们对差异说 你们魏慎魔 没有带他来呢 差异回答说 从来没有人 像他这样说话的 法利赛人说 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官长或是法利赛人 岂有信他的呢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 是被咒诅的 那中有尼哥德木 就是从前夜里去献耶稣的 对他们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 还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他说 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 你且去查看 加利利原是没有出过先知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 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 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 带着一个行银石 被拿的妇人到他面前来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银之石 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 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 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它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 乃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如同没有听见他们的话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探 于是又弯着腰 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 他们的良心 使他们自知有罪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 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 不见一人 只见那妇人 对她说 妇人 那些告你的人 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魔 她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 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逮着生命的光 法利赛人对她说 你是为自己做见证 你的见证不真 耶稣说 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 我的见证还是真的 因为我知道 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你们却到不出 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你们是以肉身判断人 我却不判断人 就是判断人 我的判断也是真的 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 还有差我来的 父与我同在 你们的律法上 也记住说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我是为自己做见证 还有差我来的 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他们就问他说 你的父在哪里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我的 父 若是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 父 这些话是耶稣 在殿里的库房 教训人时所说的 也没有人下手拿他 因为他的时候 还没有到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要去了 你们要找我 并且你们要死在 自己最终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说 他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难道他要自尽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数这世界的 我不是数这世界的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最终 你们若不信我乃是他 必要死在最终 他们就问他说 你是谁 耶稣对他们说 就是我从起初 所告诉你们的 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 判断你们 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 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 我就传给世人 他们不明白 耶稣是指着父说的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 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乃是他 并且知道 我没有一件事 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我 父所教训我的 那差我来的是 与我同在 父没有撇下 我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 他所喜悦的事 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 就有许多人信他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恒常持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他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仆人 仆人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却想要杀我 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我所说的是在我 父那里看线的 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 那里看线的 他们说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告诉了你们 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他们对他说 我们不是从阴乱生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耶稣对他们说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本事出于神 也是从神而来 并不是由着自己来 乃是他差我来 你们为甚魔不明白 我的话呢 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甚魔不信我呢 出于神的 必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并且是鬼魔附着的 这话岂不正对吗 耶稣说 我不是鬼魔附着的 我尊敬我的 父 你们道清慢我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有一位为我求荣耀 定是非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话 就永远不见死 犹太人对他说 现在我们知道 你是鬼魔附着的 亚伯拉罕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还说 人若遵守我的话 就永远不偿死位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还大吗 他死了 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圣魔人 耶稣回答说 我若荣耀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圣魔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 父 就是你们所说 是你们的神 你们未曾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我若说不认识他 我就是说谎的 像你们一样 但我认识他 也遵守他的话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犹太人就对他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 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 耶稣却躲藏 在他们中监禁过 从殿里出去了 约翰福音第九章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他的门徒问耶稣说 夫子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还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座位来 趁着白日 我必须做那 差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 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活泥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 就是凤差遣 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邻居和纳塑 常见他是瞎眼的 就说 这不是那从前 坐着乞讨的人吗 有人说 是他 又有人说 不是 却是像他 他却说 我就是他 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 名叫耶稣 他活泥抹我的眼睛 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他们说 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 带到法利赛人那里 耶稣和尼开他眼睛的日子 是安息日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的 看见的 瞎子对他们说 他把你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 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又有人说 一个罪人 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们又对瞎子说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说 是个先知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 后来能看见的 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 他父母回答说 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就瞎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他如今 怎么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他自己必能说 他父母说这些话 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 已经商议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 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 因此他父母说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所以法利赛人 又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 对他说 你该将赞美归给 神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个罪人 不是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他们就在问他说 他向你做圣魔 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魏圣魔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 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话 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 神不听罪人 唯有敬拜 神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 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这人若不是从 神来的 圣魔也不能做 他们回答他说 你全人生在罪孽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于是 他们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听说 他们把他赶了出去 后来耶稣遇见他 就对他说 你信神的儿子摩 他回答说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对他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他说 主啊 我信 他就敬拜耶稣 耶稣说 我为神盼到这时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反瞎了眼 同他在那里 有好些法利赛人 听见这些话 就说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 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 你们说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 还在约翰福音 第十章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即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 所说的是圣魔意思 所以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已先来的都是贼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的草吃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的生命 并且叫他们得得更封赏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现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 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 父一样 并且 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成为一圈 归一个牧人了 我 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在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 父所受的命令 犹太人为这些话 又起了纷争 那中有许多人说 他是被鬼魔附着 而且疯了 你们为什么摩听他呢 又有人说 这不是鬼魔附之人 所说的话 鬼魔岂能叫 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在耶路撒冷 有修殿节 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殿里 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犹太人围着他 说 你叫我们 犹疑不定到几时呢 你若是 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 父之明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正如我曾告诉你们的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 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一切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 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与我 父缘未一 犹太人 又拿起石头来 要打他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从我 复显出许多 善行给你们看 你们是为那一剑 拿石头打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不是为善行 拿石头打你 是为你说健忘的话 又为你是个人 反将自己当作 神 耶稣说 你们的律法上起 不是写着我曾说 你们是众神吗 圣经上的话 是不能废的 若那些承受 神之道的人 尚且称谓众神 父所分别畏圣 又差到世间来的 他自称是神的 儿子 你们还向他说 你说健忘的话吗 我若不行我 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我若行了 你们纵然不信我 也当信这些事 叫你们又知道 又相信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 父里面 他们又要拿他 他却逃出 他们的手走了 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 到了约翰 起初失禁的地方 就住在那里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 他们说 约翰一件神迹 没有行过 但约翰指着 这人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在那里 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约翰福音 第十一章 有一个患病的人 名叫拉撒路 住在伯大尼 就是玛利亚 和他子子 玛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 就是那用香膏膜 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 患病的拉撒路 是他的兄弟 他姊妹两个 就打发人去献耶稣 说 主啊 请看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 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 耶稣素来爱玛大 和他妹子病拉撒路 听见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 仍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 夫子 犹太人进来 要拿石头打你 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 就不至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些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 主啊 他若睡了 就避好了 然而 耶稣这话 是指着他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是说 照常睡了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多玛 又称谓低徒玛 就对纳同做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耶稣寄到了 就知道拉撒路安放在坟墓里 已经四天了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十五福龙的路 有许多犹太人来看 玛大和玛利亚 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 玛大一听见耶稣来了 就出去迎接他 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玛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虽然这样 我却知道 就是现在你无论像 神求甚魔 神也必赐给你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玛大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 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 我是复活 也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玛大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 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玛大说了这话 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 说 夫子来了 叫你 玛利亚一听见 就急忙起来 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 耶稣还没有进村子 仍在玛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 安慰他的犹太人 现他急忙起来出去 就跟着他 说 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既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脚前 对他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 犹太人也哭 就灵力悲叹 又甚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他说 请 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 何等恳切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 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各洞 有一块石头挡着 耶稣说 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子子 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 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吗 他们就把石头 从安放死人的地方挪开 耶稣举目往天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位旁边站住的人 叫他们信是你 刹了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 犹太人献了 耶稣所做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但其中也有去 建法利赛人的 将耶稣所做的事 告诉他们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聚集工会 说 这人行许多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若这样由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夺 我们的地土 和我们的国 那中有一个人 名叫盖亚法 本年做大祭司 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甚么 独不想一个人 替百姓死 免得通国灭亡 就是我们的益处 他这话 不是出于自己 是因他本年 做大祭司 所以预言 耶稣将要替 这一国死 也不但替 这一国死 并咬枪 神四散的子民 都聚集归一 从那日起 他们就一同商议 为要治死耶稣 所以耶稣不再显然 行在犹太人中间 就离开那里往 靠近旷野的地方去 到了一座城 名叫以法连 就在那里 和门徒同住 犹太人的逾越 洁尽了 有许多人 从乡下上 耶路撒冷去 要在节前 洁尽自己 他们就寻找耶稣 站在殿里 彼此说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不来过节吗 那时 祭司常和法利赛人 早已吩咐说 若有人知道 耶稣在哪里 就要报名 好去拿他 约翰福音 第十二章 逾越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拉撒路 曾死去 他叫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之处 有人在那里 给耶稣预备筵席 马大伺候 拉撒路 也在那同耶稣 作席的人中 玛利亚就拿着一棒 极贵的真拿大香膏 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 就是那将要卖 耶稣的西门的儿子 伽略人犹大 说 这香膏魏慎魔 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 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袋 尝取其中所存的 耶稣就说 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 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 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由我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 耶稣在那里 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 复活的拉撒路 但祭司常商一连拉撒路 也要杀了 因有许多犹太人 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第二天 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 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 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和散啊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 王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驴鞠 就骑上 如经上所记的说 女子西安啊 不要惧怕 看啊 你的 王骑着驴鞠来了 这些是门徒 岂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才想起这些话 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父 活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人 就做见证 百姓因听见 耶稣行了这神迹 就迎接他 法利赛人彼此说 看啊 你们是徒劳无益 是人都随从他去了 那时 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 有几个希腊人 他们来见 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利 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意见耶稣 腓利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同腓利去告诉耶稣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的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 父必尊重他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甚么才好呢 父啊 就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站在旁边的百姓听见 就说 打雷了 还有人说 有天使对他说话 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 是为你们来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耀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众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原是指着 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百姓回答他说 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 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人子 必须被举起来呢 这人子是谁呢 耶稣对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 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 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 说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榜臂 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应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归正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当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些事 虽然如此 官长中却有许多信他的 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 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 这是因他们爱人的称赞 过于爱 神的称赞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 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我到世上来 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 不相信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 到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我来的 父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圣魔 讲圣魔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故此 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 父对我所说的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 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是坚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过晚餐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 加略人犹大心里 耶稣知道 父已将一切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 神那里去 他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竖腰 随后耶稣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前 挨到西门 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你必知道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了 西门彼得对他说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连我的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 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 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 夫子 称呼我 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 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被差的人 也不能大于拆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些事 若是去行 就有福了 我这话 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 我知道 我所拣选的是谁 现在 要应验圣经上的话 说 捅我吃饼的人 用脚踢我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可以信我 乃是他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有人接待我所拆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拆遣我的 耶稣说了这话 灵理忧愁 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要卖我了 门徒彼此对看 猜不透所说的是谁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 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 西门 彼得就对他点头示意 叫他问主是指着谁说的 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旁 对他说 主啊 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蘸一点饼给谁 就是谁 耶稣就蘸了一点饼 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 蘸了饼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他说 你所做的 快做吧 同席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 是魏圣魔对他说这话 有人因犹大带着钱袋 因为耶稣是对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 或是叫他拿圣魔周济穷人 犹大受了那点饼 立刻就出去 那时候是夜间了 他寄出去 耶稣就说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神既因人子得住荣耀 神也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 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 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 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西门 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你却要跟我去 彼得说 主啊 我为圣魔 现在不能跟你去 我愿意为你舍命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鸡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 神也当信我 在我 父的家里 有许多大宅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圆市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 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腓力对他说 求主将 父闲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对他说 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 父 你怎么说像 父闲给我们看呢 我在 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 父做他自己的事 你们当信我 我在 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急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甚魔 我必成就 叫 父因 儿子的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甚魔 我必成就 你们若爱我 就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 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安慰者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 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会使你们得不到安慰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 我在我 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 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犹大 不是加略人犹大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怎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 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所说的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知 父的道 我还与你们 同在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 对你们说了 但安慰者 就是 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 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 我对你们说了 我却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说我到 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我 父是比我大的 现在事情 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信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 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亡将道 他在我里面 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 我爱 父 并且 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起来 我们走吧 约翰福音 第十五章 我是真葡萄树 我 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 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没有我 你们就不能做圣魔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前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 父就因此的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 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 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 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命定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相 父求甚魔 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世界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 他恨你们 已先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你们要纪念 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但他们因我的名 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 因为他们不认识 那差我来的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 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 恨我的 也恨我的 父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 艰行过别人 未曾行的事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连我与我的 父 他们也看线 也恨恶了 这要应验 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 说 他们无故地恨我 但我要从 父那里差 安慰者来 就是从 付出来真理的 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因为你们 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使你们不至于生气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并且时候将到 凡杀你们的 就以为是侍奉 神 他们对你们这样行 是因为未曾认识 父也未曾认识我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到了时候 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 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然而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我却是与你们有意的 我若不去 安慰者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离去 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 他寄来了 就要畏罪 畏义 畏审判责备世人 畏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 畏义 是因我亡我 赴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畏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 王寿的审判 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 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指示你们 凡 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受于我的指示你们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在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因我往赴那里去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 他对我们说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在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又说 因我往赴那里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彼此说 他说等不多时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道不出 他所说的是什么 耶稣知道 他们要问他 就说 我说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在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你们为这话 彼此相问吗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 哀嚎 世人道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妇人阵痛的时候 就忧愁 因为她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 是上升了一个人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 但我要再献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 也没有人能夺取 到那日 你们圣魔 也就不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奉我的名相 父求圣魔 他必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 奉我的名求圣魔 如今你们求 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这些事 我是用比喻 对你们说的 时候将到 我不再用比喻 对你们说 乃要将 付明明的贤给你们 到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并不对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 付 付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爱我 又信我是从神出来的 我从付出来 到了世界 我又离开世界 往付那里去 门徒说 看啊 如今你是明说 并不用比喻了 现在我们确知 你凡事都知道 也不用人问你 因此 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 耶稣说 现在你们信吗 看啊 时候将到 且是已经到了 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 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 父与我同在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 第十七章 耶稣说的这些话 就举目望天 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 儿子 使你的 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赐给他 权柄管理 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 给凡你所赐给他的人 认识你 独一的真 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 基督 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 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父啊 现在求你 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为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 明显名于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如今他们已经知道 凡你所赐给我的 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 我已经赐给他们 他们也领受了 又确实知道 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你差了我来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 祈求 因他们本是你的 凡是我的 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圣佛啊 你所赐给我的那些人 求你以你自己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 未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 同在世上的时候 以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沉沦之子 没有一个失落的 好叫圣经上的话的应验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说这些话 是叫他们心里 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 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你的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将要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 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 差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 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父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公义的 父啊 世人未曾认识你 我确认识你 这些人也知道 你差了我来 我已将你的名 指示他们 还要指示他们 使你所爱我的爱 在他们里面 我也在他们里面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从门徒出去 过了吉伦西 在那里有一个园子 他和门徒进去了 迈耶稣的犹大 也知道那地方 因为耶稣和门徒 屡次上那里去聚集 犹大领了一队人 和祭司长病 法利赛人的差役 拿着灯笼 火把 兵器 就来到园里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他说 找拿撒勒的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我就是 迈他的犹大 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耶稣一说我就是 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他又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说 找拿撒勒的耶稣 耶稣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我就是 你们若找我 就让这些人去吧 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 说 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没有失落一个 西门 彼得带着一把刀 就拔出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 洗了一把 削掉他的诱饵 那仆人名叫马勒谷 耶稣就对彼得说 收刀入鞘吧 我 附所给我的那杯 我岂可不喝呢 那对兵和军长 并由太人的差役 就拿住耶稣 把他捆绑了 先带到亚娜面前 因为亚娜是本年做大祭司 该亚法的岳父 这该亚法 就是从前向犹太人 发一论 说一个人替百姓死事 有意的那位 西门 彼得跟着耶稣 还有一个门徒跟着 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 他就同耶稣 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彼得却站在门外 大祭司所认识的 那个门徒出来 和看门的使女 说了一声 就领彼得进去 那看门的女子 对彼得说 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 他说 我不是 仆人和差役 因为天冷 就生了炭火 他们就站在那里 烤火自暖 彼得也同他们 站着烤火自暖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 和他的道理盘问他 耶稣回答说 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使人说话 我常在会堂和殿里 就是犹太人 常常聚集的地方教训人 我在暗地里 并没有说圣魔 你为圣魔问我呢 可以问那听见的人 我对他们说的是圣魔 看啊 我所说的 他们都知道 耶稣说了这话 旁边站住的一个差役 用手掌打他 说 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耶稣说 我若说的不是 你可以指正那不是 我若说的是 你为圣魔打我呢 亚纳就把耶稣 送到大祭司 该亚法那里 仍是捆着去的 西门 彼得站着烤火自暖 于是 他们对他说 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 彼得不承认这事 说 我不是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彼得削掉耳朵 那人的亲属 说我不是看见你 同他在园子里吗 彼得又不承认 利时机就叫了 众人将耶稣 从该亚法那里 往神叛厅内领去 那十天还早 他们自己 却不进神叛厅 恐怕染了污秽 不能吃逾月节的言习 彼拉多就出来 到他们那里 说 你们告这人 是为甚魔事呢 他们回答他说 这人若不是作恶的 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彼拉多便对他们说 你们自己带他去 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 犹太人就对他说 我们没有把人治死的权柄 这要应验耶稣所说 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彼拉多又进了审判厅 叫耶稣来 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彼拉多说 我岂是犹太人呢 你本国的人和祭祀常 把你交给我 你做了甚魔事呢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叫给犹太人 只是如今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彼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 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 彼拉多说 真理是圣魔呢 说了这话 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圣魔错来 但你们有个规矩 在逾越节 要我给你们是放一个人 故此 你们要我给你们是放犹太人的 王吗 他们又都喊着说 不要这人 要巴拉巴 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于是彼拉多就拿住耶稣 将他鞭打了 兵丁用荆棘鞭做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紫袍 又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于是彼拉多又出来 对众人说 看啊 我带他出来献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查不出他有圣魔错来 耶稣出来 带着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 就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圣魔错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我们的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彼拉多听见那话 他就越发害怕 又谨慎盼听 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彼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 我有圣柄把你钉十字架 也有圣柄释放你吗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次给你的 你就毫无圣柄办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了 从此 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是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朋友 凡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了 彼拉多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扑华石处 西伯来话叫厄巴大 就在那里坐堂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 约到了第六小时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啊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喊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问他们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王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 叫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他们便拿住耶稣 把他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西伯来话叫个个他 他们就在那里 钉他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盯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的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 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 并且是用西伯来 希腊 拉丁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 王 要写他自己说 我是犹太人的 王 彼拉多说 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分 每兵一分 又拿他的礼仪 这件礼仪原来没有缝儿 是上下一片支撑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支签 看谁的住 这要应验圣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支签 丁丁果然做了这些事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 并格罗霸的妻子玛利亚 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献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妇人 看 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是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圣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 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 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绒 沾满了醋 绑在牛西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既受了那醋 他就说 成了 便低头 气就断了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失守当安息日 不得留在狮子架上 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 就求比拉多教人打断他们的腿 好把他们拿去 于是兵钉来 把第一个人的腿 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 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 现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唯有一个兵拿枪刺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看见这事的那人 就做见证 他的见证也是真的 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 为要应验圣经上的话说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圣经上又有一句说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赐的人 这些事以后 有亚利玛太人约瑟 是耶稣的门徒 只因怕犹太人 就暗暗地做门徒 求比拉多容他 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比拉多就允准他 他就来 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又有尼哥德木 就是先前夜里 去献耶稣的 带着墨药和卢慧约 有一百磅前来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 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在耶稣钉石自驾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 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 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又因那坟墓进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就跑来见西门 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 先到了坟墓 低头往里看 就见戏麻布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西门 彼得随后也到了 进坟墓里去 就看见戏麻布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果头巾 没有和戏麻布放在一处 是另在一处卷着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 看见就信了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 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像两位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 妇人 你为甚魔哭 他说 因为有人把我 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说了这话 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问他说 妇人 未甚魔哭 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看员的 就对他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他 耶稣对他说 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 对他说 拉伯尼 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 升上去献我的 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献我的 父 也是你们的 父 献我的 神 也是你们的 神 摩达拉的玛利亚 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 主 他又将 主对他说的这些话 告诉他们 当那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聚集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线 主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我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谓低途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线 主了 多马却说 我非看线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就来 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看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马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多马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 就信得有福了 耶稣在他门徒面前 实在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时 基督 是 神的 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明德生命 约翰福音 第21章 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 又向门徒显现 他显现乃是这样的 由西门 彼得和称谓 低土马的多马 并加利利的迦拿人 拿蛋业 还有西碧泰的两个儿子 又有两个门徒 都在一处 西门 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他们说 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 立刻上了船 那一夜病 没有打着肾魔 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他说 没有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把网 撒在船的右边 就必得住 他们便撒下网去 竟拉不上来了 因为鱼甚多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就对彼得说 是 主 那时西门 彼得 他因赤鹿着 一听见是 主 就树上他打鱼的外衣 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 离岸不远 约有二百轴 就在小船上 把那网鱼拉过来 他们一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刚才打的鱼拿鸡条来 西门 彼得救上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鱼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来吃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来拿饼给他们 又照样拿鱼给他们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 这是第三次 他们吃完了 耶稣对西门 彼得说 约拿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绵羊羔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拿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拿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 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 带你到你不愿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 神 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跟着 就是在晚餐的时候 靠着耶稣兄堂说 主啊 卖你的是谁 得那门徒 彼得看见他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 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于是 这话传在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不死 其实 耶稣不是说他不死 乃是说 我若要他 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为这些事做见证 并且记载这些事的 就是这门徒 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看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阿们 我看所写的书 我看所写的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